各位同学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范例三 弹簧的减斜运动 弹簧本身它会因为有弹力的关系 它会来来回回的震动 那这其实会是一种减斜运动 那我们这里就要来算一下弹簧的减斜运动 如这张图 在光滑的水平面上将弹性弹性常数 K等100的弹簧一边固定在墙上 另外一边连接质量25公斤的物体 而且从平衡的位置将弹簧压缩100公分后释放 那它就开始震动了 请问正幅是多少 正幅蛮简单的 这一题的1到3都蛮简单的 比较难的是第四小题 第一小题 如果你把弹簧压缩了100公分 那它弹开之后还会继续拉长 弹开之后继续拉长会是几公分呢 一定不会超过100 一定不会超过100 那如果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 它会刚好是又拉长100公分 这个就是弹簧 弹簧它会收缩 然后弹开又继续拉长再回来 这个就是它的震动幅度 就是它的震幅 所以震幅就是100公分 就是从平衡点 到它的最左边或最右边的长度 就是一公尺 再来第二题 周期呢 这个要直接带公式 我们前面有介绍周期公式 周期公式就是 t周期就是2π 该根号 k分之m 这个k就是弹性常数 每拉长一公尺需要几牛顿 越大越硬 对不对 那直接带公式哦 我们另外再去介绍 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所以答案就是 100分之25开根号 再乘以2π 所以是根号四分之一 也就是二分之一乘以2π 等于π 单位是秒 这就是第二小题 那再来第三小题呢 角频率 角频率 其实是跟角速度很类似的概念 它是2πf 就是我们 我们的原本呢 熟悉的频率乘上2π 就是角频率 好 那我们的周期跟频率 又是导数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写 角频率 就是2π乘以周期分之一 那周期在第二小题已经算出来啦 所以角频率就可以算出来 就是2 单位跟角速度的单位一样 每秒几弧度 因为呢 减斜运动就跟等速圆周运动是很相似的 对不对 好 所以这就是第三题 那第四题呢 我们另外再拍一个影片来介绍 第四题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再拍一个影片 谢谢观看